大家好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道香辣汤的制作 它的配料有豆干切丝 黄花菜干 黄花菜干用开水泡15分钟以后 给它洗干净备用 这个是鸡松笼干用开水泡15分钟洗干净备用 我们切点葱花起锅时撒上去会更香 我们这道汤里面用到的这个温热性食材有白胡椒粒 少洗的花椒和辣椒 最主要以白胡椒的辛香为主 我们会下少洗的盐巴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香辣汤 我们把这个白胡椒粒先拿起来 我们把这些料头下到水里面给它过一下水 好的 我们过完水以后 然后这下子这些杂质啊 这些脏东西啊 就会给它去除干净 我们给它打起来放在肉槽上备用 制作这道汤菜它有个特点 就是要把这个白胡椒粒先给它下到锅里面 给它变香 这锅里面同样是要先下水而不是下油 我们加点水 把这些白胡椒粒给它浸湿了以后再炒干 再炒香 这样子白胡椒粒的辛辣 就会完全发挥出来 在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闻到白胡椒的那个辛香味很呛 这样子把这个白胡椒粒的那个辛味啊 全部给它炒出来以后 我们下点香油 下点什么油呢 我们下点这个姜香油吧 一点点就好了 下点姜香油下去以后 这时候 这些白胡椒粒 就会更小 这下子我们锅里面可以下水了 煮汤就得下水了 好 然后我们把白胡椒的 胡椒味充分的给它熬出来 锅开大一点点 有人觉得说煮汤下油 那不是油粒粒的呢 其实没关系的 油比水还要轻 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油 上面的一层油给它捞掉 但是整个过程我们还是一计划 我们要把这个白胡椒的那个辛辣味给它煮出来 因为今天我是一个人操作 这里面的白胡椒粒正常是可以捞起来 捞起来的时候 吃起来比较不会卡 当然有人介意的 有人不介意的 我是比较不介意的 所以我就把这白胡椒粒也已经下去了 好 这下子我们把这料总的下下来 这下子非常浓香 几乎清香味就出来了 整锅汤 这还没煮完就感觉非常有实力的那种感觉 那这下子我们加点盐巴 我们接下来勾点芡 这个汤啊 像酸辣汤一样 但我们不下酸辣 我们就直接叫香辣汤就好了 我们用淀粉 我们用淀粉 淀瓜店 那个淀米淀粉 淀米淀粉给它勾点芡 好了勾芡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给它打起来 好 我们在上面撒点葱花上去 所以在制作汤窑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人有 平时啊有吃那个鲜味素啊 鸡精 味精的习惯 可以少量下一点 尽量不下吧 因为这些东西也接受寒凉 然后我们能不下就不下 其实能把食物的这样子的 所有盐质盐味的东西给它煮出来以后 适当加点盐巴以后 就非常非常好吃的啦